今天呢 我们要来讨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那就是EQ 也就是所谓的情绪智商 过去呢 大家都比较重视IQ 也就是所谓的智商 但是目前呢 EQ的重要性似乎凌驾了IQ 那么什么是EQ呢 EQ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修行对于提升EQ又有什么帮助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的看法 这个因为一项呢 大家知道一个IQ 因此呢 那么这一两年以来呀 有一本书叫做EQ 这个EQ的意思和这个IQ啊 也有相同也有不相同啊 IQ是个人的智商 那这个 那这个 其实啊 EQ啊 是情感的智商 实际上应该是EI 而不是啊 EQ Q是quality 这个I呢 intelligence 这个应该还是 所以智商 所以智商 而不是啊 是quality 不是啊 所以这个 品质的意思 那么但是呢 一般的人用惯了 听惯了 那就顺着讲 就是叫EQ啊 E就是emotion Emotion就是情绪 这个是一个外国的一本书啊 那么这一本外国书的读者呢 他是一位记者 当了很多年的记者 他搜集了很多的资料 同时 他自己实际上 在书里都没有表明 而实际上 他是一个副教徒 他对副法 对西藏的心血 也就是副教的心血啊 这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他用的这个观点呢 虽然是采得西方的 现代的 科学的 用数据 用例子 把它撑出出来 而很有设复力 那所以是呢 这本书出版以后啊 销售量很 这个很广 很多 那么在我们台湾来讲 翻一次中文之后啊 这看的人也很多 连我都看了 那么这本书呢 应该讲 对我来讲 很熟悉的 熟悉并不是说 这本书啊 它里面的一些 搜集的资料 熟悉 而是它的这个观点 它那种方式 它这种 一种论 这个 一种论据啊 那时候我都蛮熟悉 因为 实际上去讲的 一个人的 心的 一种啊 调整 我们 经常在 叫修行的方法 那叫我们 要调身 调心 调呼吸 调饮食 调睡眠 这是一共是五个项目 调饮食 调睡眠 这个调身身体 然后呢 这个调呼吸 然后是调心 这个 基本的几个原则 掌握住了以后呢 我们的心理一定会平静 心理平静以后啊 我们的 这个 情绪 的智商 一定会提升 我们中国人也这么讲啊 中国大学里面讲 在 静 旅 安 得 也就是说 你的心 能够啊 安静了 能够 思虑了 能够 平安了 你只能够有所得到 那么 我们 副教徒来讲 修行呢 就是叫我们安心的 可是安心呢 一定要从安身做起的 身体 要轻松 要自在 心情 要愉快 要 安定 平稳 那 我们的情绪自然而然啊 就 不会的那么起伏 如果我们 情绪时常起伏 波动 常常啊 生气 常常啊 这一万行 常常啊 会啊 跟这个 斗 跟这个 炒 跟这个 闹 那 我们的 智慧 一定啊 会啊 差 而我们 说做的 就断的 品质 一定啊 要比啊 这个心情 平和的时候啊 要差的 所以是呢 所以 EQ 它是这本书的 一个 终点 是叫我们呢 心情放松 要我们呢 乐观 要我们呢 身体啊 要健康 也就是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那如何 达成这个目的呢 最好的目的呢 最好的方法 是就是呢 调胜 调胜最好的方法 一个是运动 打拳啊 做瑜伽 踢操啊 以及呢 种种的柔软的运动啊 另外还有一种呢 就是呢 能够调呼吸 能够啊 打坐 那我们 如果是能够打坐的人 而时时 时常 随时 能够把心呢 能够调整的人 你这个EQ啊 一定会 会好 有的人 这能够 从理论的 观念的 讲的头头是道 你这样子讲 是很有意思 一定啊 说 人家跟你 刺激你的时候 你能够啊 心情不受影响 你的语言不受影响 你的身体动作 不受影响 这才是真正的 能够啊 言行一致 能够 心结 并重 也就是说 你的 想法 或做法 或你的心 完全是相应的 这还是要有点功夫 那就是呢 叫人家打坐 所以是呢 我希望呢 假如说要 达成了EQ的 这个品质的 这个成长啊 最好 多练习练习啊 打坐的方法 这个打坐 并不是叫你来练神通 并不是叫你啊 练成了三Q六B 而是那个情绪稳定啊 那是第一步 这是非常重要的 分类gre了 这一些机会 可能是多 Casa 这一步 和ไRS 谢谢观看